秋天意味着收获 也代表着我们要对春耕夏云 做出一番总结了 各地推广的蔬果新技术 新品种 最近都陆续把成绩单给晒出来了 很亮眼 在贵州同仁市万山区 大龙村的辣椒基地里 二次生长的辣椒树枝繁叶茂 翠绿的辣椒挂满了枝条 以往 溢柱辣椒基本上 只能采收一次 今年7月底 基地在采收完 第一批辣椒后 就开始给辣椒减枝 一个星期后 老植株上就长出了新芽 如今 这些再生辣椒 也可以上市了 辣椒再生栽培 是利用辣椒脑株再生新枝 会得二次结果的技术 这个技术的技术优点 是超级简单 不需要进行再次剧苗 生死生离 利用辣椒再生技术 能够短目产量提升四千余金